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上任不到一个月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弗林辞职了 其实他的辞职大家并不意外 原因是在于说他的一些做法上 不仅给他的团队造成了困扰 也让美国的社会感觉到 我们的总统的安全团队 在国家安全方面是不是有所舒适 当然了 这个Michael Flynn本身是一位优秀的军人 三十几年的军人 退役以后被我们总统延览 成为最重要的安全幕僚 国家安全顾问 原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 但是短短的不到一个月时间 他就黯然辞职 也是让大家有点可惜 今天我们邀请范隐复先生 时事政治评论员 也是两岸问题的学者 今天我们邀请他来 就福林的辞职 以及美俄的关系 特别是前一段时间 安倍二次 在我们当着川普当选之后 两次来到美国 用台湾话来说 他是烧了头香了 这是第一个安倍当选 川普当选以后 第一个来访的国外的国家元首 当然了 他来访到底目的何在 对美日关系又有什么影响 当然与此同时 当两位元首正在打高尔夫的时候 我们北韩的小兄弟金正恩 不大不小的给他上了点眼样 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 让两国元首的高尔夫 友谊之赛 颇是有点不愉快 总之 隆隆总组 把这些问题 和美国的重返亚洲 以及美国和中国之间 在亚洲的搏移 一例 我们一并邀请范隐复先生 跟大家做精彩的分析 范先生你好 小虎你好 范先生 Michael Flynn 应该说是一位标准的军人 做了三十几年的军人 而且他也是海军陆战队出来的 海军陆战队出来有个特点 那是美国的快速反应部队 而且是美国陆战的先锋 擅打仗的 而且有那种军人的那种果敢 一个月不到 辞职 其实我觉得 就是因为整个川普的团队 很多是新的 不是像以前 他们在政府间 都做过很多事 他几乎不用钱朝老人嘛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人其实 我们有句话叫做 看人挑战不吃力 对不对 没错 看人都轻松 很简单嘛 我自己进去做就发现 你要拉捏得正好 真的不容易 不过我觉得川普也不会太在意 你看看川普那个发言人 现在产生蛮多问题 我们发言人更是笑话百说 那个川普也讲 我也不太满意 意思就是好像随着他可以走那样子 因为这些人都刚来嘛 那不对的话 我们刚刚讲过美国大公司 你不对就走嘛 我换别人 又不是没有人 那我觉得在这个节会 这是川普的内阁很有意思 几个都是海军罗战队的 是 三个 包括他的国防部长 然后其他就是大公司的老板 其实这两边比较 比较难协调的 那么川普 川普他用这些人 是有他 也有他的道理 因为这些人是绝对爱国的 这点毋庸置疑 而且都是美国第一的 爱美国他们是不会有人怀疑的 是 所以但是我的感觉 我觉得军人的 不是讲军人 因为军人他的目的 他专业是打仗嘛 所以他的其他东西 不见得要设立那么多 尤其在官场上 是 尤其不过军人也有军人的 特别的地方 因为你军人是打仗的 所以他看到那些战场的那种 那种血腥的场面 他和一般文文政府 又不太一样 像马蒂斯 他就讲得出来以后 就觉得我们在南海 先不要动物 对 在中美观上 他也采取了一比较 比较相对比较克制的态度 记不记得以前艾森豪 艾森豪他也是 没错 他二战年军统帅 是 二战英雄 他后来当美国总统的时候 那个什么军攻复合体系 他提出来 他觉得 结束传染人员也是他任在结束的 对 他做的 因为他发现这样打下去 没完没了 没错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军人有军人的 还有在当年老布什的 Colin Paul 对 Colin Paul也是 这些都是不错的军人的格言 黑格 也是有点 黑格 黑格有点可惜了 在迪克松阵内 有点可惜 也是有点可惜了 所以美人有点 光环被基辛格给照过去了 所以不过他还好 他非常崇敬基辛基辛 对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记忆 我就做 他也不介意 是 像那时候的那时候基辛格和那时候美国的那时候国务卿就不一样 万事嘛 那万事就很生气了 他说你怎么不让我 居然让我置身实话 对 所以在这里面 我觉得也是给川普一个好机会 你可以找一个真正比较懂的 然后这国家安全顾问不简单 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这一路上来 尤其是决策 对全世界重要的决策 都是只有你在做 因为总统事情太多了 他没办法关心到每件事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 对于川普来讲 你如果利用这个时候 你快点去误设一个更能干 更好的平衡一下 整个目前这种情况 对你也有好处 他现在有三个人选 其中一个也是一位退役的将军 另外一位是前CIA的director 都是应该说都是不错的人选 当然他这件事情来讲 其实这件事情 我看到美国媒体的报道 特别是我们副总统的不满 原因是在于说我们这个Michael Flynn 他在Donald Trump还没有当选的时候 也就是说还是奥巴马内阁的时候 他居然就跟俄国大使馆的大使通了电话 甚至他还告诉俄国大使说 你们现在不用理奥巴马说什么做什么 新总统上台就说再说吧 像这种情况 我是觉得不适宜吧 很不适合 你作为一个后任的国家安全顾问 你怎么可以这么建议 这样一个跟目前政府正在敌对的一个政府呢 对 而且你想对 美国是有这个法 美国公民 你不能跟外国政府正式的有什么接触 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他那时候还没上位 你还是个普通的公民 所以坐在谁是不适合 你就看说他太急了 他知道想快点跟俄罗斯有点比较好的关系 然后总统也想 他找我来 想做这个事情 其实他们有点想像以前 美国和中国建立特别关系一样 这个全世界都很震惊 然后都觉得好像你做得很好 但是问题是你就太急了 很多事情 我们前面提到 你要清楚点 你要慢一点 而且你一旦开始当一个政府的格约以后 尤其这个媒体每天看着你 那是 每天看着你的时候 他放哪里看你 对呀 你还能够像以前一样 大公司我说什么就什么 不可能的 你必须要把这个 这个一定要做好的 所以他先换一个 我觉得也是可行的 否则你知道吧 海军团队 他个性就那么强了 你这样改不了的 而且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除了他在国家安全上 是有一定的疏失之外 另外呢 他在跟我们副总统之间汇报的时候 你还有所隐瞒 对 我讲 所以让副总统在对外发言的时候 让媒体对副总统产生了很多误解 你当然很生气 你跟我讲假话 而副总统说我问过你 你有没有打 你说你没打 对 结果司法部 最后这故事最麻烦在哪呢 是欧巴马任内的司法部 拿出了电话记录 告诉他妈的这个媒体说 他打了 而我们副总统还信实战战说 他没打 结果副总统很生气 当然后来呢 后来我们这个弗林呢 也是公开为给副总统道歉了 他说我是missleading了 我们的副总统 当然这里问题 其实大家最关心的是 说你跟川普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们两个人 就说你是不是汇报给川普 而川普并没有跟我们的副总统同歉 实际把我们副总统放到状况之外 就是说大家对以后总统副总统的关系 大家也开始产生了一定东西 当然最重要的来讲还不在这 就是说你作为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 其实说一句题外话 安全顾跟国务卿在某种意义上是两个 我们总统最重要的外交政策的幕僚 国家安全幕僚 他们谁更重要 取决于总统更相信谁 就跟我们前任总统欧巴马 他相信他的国家安全顾问 苏森 Rice 明显要多于相信他的国务卿 这个John Carey 所以就变得苏森 Rice就变得很重要 当欧巴马习近平要访问美国的时候 是苏森 Rice贤命到北京去沟通所有选拟 而不是John Carey去 更好的意思是Kissinger 最典型的Kissinger 把国务卿根本就排除在状况之外 你来让国务卿好了 这样才把问题解决掉 所以说明什么问题呢 其实我们大家想说这个位置太重要了 美国人民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位置重要 另外一个大家对一个根本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总统 大家也不放心 大家与其说是不放心Flynn 更多的是不放心Donald Trump 所以媒体不得不用放大镜来检视我们总统重要幕僚的一言一行 何况你这事还事关国家安全的问题 所以我就想说 其实Flynn的下台 你认为是我们总统的一个执政的挫败吗 还是说 不算了 因为刚刚上任 你要怎么做 还是看你三个月以后 一百天以后 你到底做了些什么东西 因为你现在刚上来 你这个人事各方面 人也不会怪你 只是说你用人不明什么的 我觉得但它要很重要一点 你当上你的总统不容易 但是你把媒体全部得罪 而且以前就不喜欢你 你在这时候 人家媒体多厉害啊 你看我看看水门啊 怎么这些案件 所以你要很小心 你以后这个路是很不顺畅的 其实这就是范先生说到了一个关键问题 并不是说媒体能帮你治国 但是起码你治国 你的台教的这有人台 你说都是给你拆台的 那你的执政还怎么执 媒体的这个宣导的作用 媒体对民众的认知的影响 其实是非常大 而且美国的媒体长年以来 这么多年传统上 已经变成了美国监督 美国社会政治制度的第四权 第四权无冕王啊 无冕之王啊 这一位国家安全顾问 Michael Flynn 他不得不黯然的辞职了 当然他的辞职里面有很多因素 除了他在自己的任内 在撼动俄罗斯的事情的时候 表现出来一些 有失一些身份的一些做法 另外他对自己的副总统 也有所隐瞒 使得副总统内阁之间的协调 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他的走人 大家并不奇怪 其实我在前两年 还在周末的时候 他还在说 他不会辞职呢 但是到了周二 他还是辞职了 美俄关系 我们这位弗令呢 看来是真的想推动 美俄关系的环节 其实我特别注意到啊 我们这一位非常活跃的 共和党的参议员 也是大家很熟悉的 曾经代表共和党参加过 美国总统的John McCain 他对俄罗斯态度是极端强硬 对 他就直接告诉Donald Trump 别干这种事 也就是说 对俄罗斯的态度 在美国两个极化很厉害 或者说大部分人 并不喜欢俄罗斯 不仅仅不喜欢俄罗斯这个国家 和他的前任苏联 对普京 美国社会也是批评 多余赞美 对 我们总统 为什么非要和俄罗斯搞缓和 我觉得有一点啊 很重要就是 川普他是一个比较个人主义的嘛 他觉得他的个性和普京是很像的啊 所以他很欣赏普京 这点他从来不加掩饰 他真的蛮欣赏的 然后他同时又觉得 他现在 他连一中都可以打破 他觉得我要跟俄罗斯 也要把关系搞好 然后重新来对付其他的国家 比方说中国 那么对我来讲的话 就很多问题可以解决掉 但是这个Fling走掉以后 的确美国和俄罗斯会比较 陷入比较麻烦 除非他另外找一个这个 另外找一个这个 国家安全顾问 比Fling还要 还要亲俄的 亲俄的 恐怕难 可能很难 起码现在目前这三个人 都跟Fling 肯定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 对对对 我们知道这个 很奇怪 欧美对俄罗斯的这种不友善 是很久很久历史的因素等等太多年了 就是说很奇怪 俄罗斯其实从那方面讲也没什么话 他做他的 为什么你美国会那么对他那么反感 美国 我读过一些美国 尤其是美国一些智库的一些文章 他们在谈到俄罗斯的问题 他们比较担心的问题 或者说他们介意的问题 是普京一直有一个志向 就恢复前苏联 是 他认为这个是一个不可以接受的 甚至他认为普京的很多执政的理念 执政的风格和执政的做法 跟前苏联是一样的 对 所以这是这个西方国家不能接受的 但是站在普京的角度 我特别注意到普京在50周年 抗战胜利50周年 游行的阅兵是在莫斯科 当时是中国的国家主席 胡锦涛去参加的 那个时候他当了这么多百位世界领袖 他公开讲 他说20世纪最大的灾难不是二战 20世纪最大的灾难是前苏联的垮台 所以这话也说 让西方的领导人坐在下面 特别是那些以结束冷战为傲的美国总统们 不舒服 对 你讲的一点不错 其实 俄罗斯能够有今天 也就是普京有这种想法 他有这种想法 所以他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 来支撑着他来批评做俄罗斯的事情 俄罗斯其实已经垮掉了 但是垮得很辛苦 现在压力也蛮大了 经济压力也蛮大了 是 垮得很辛苦 你知道吗 军队都要去卖自己的枪戒来生活 达到这种地步 现在俄罗斯的军费开支压缩得很厉害 对 但是俄罗斯当时 我觉得长眼来讲 俄罗斯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 然后它有石油 有黄金 有什么矿场它都有 自然资源最丰富 对 然后它那老百姓就受了很好的教育 所以俄罗斯这个国家 它有它的前途 它有它的这个 有很好的potential 对 它有它的未来 当然了 它以后是不是又找到侵略什么东西去 但是看这个领导人 不过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俄罗斯总要给它一个公平的对待 你不能讲说它二战也是很辛苦 死了那么多人 2500万 是啊 它死了最多 对 然后它也 也大家一起合作 而且仅仅是短短的四年战争 41年到45年 短短四年战争 死了2500万人 很惨的一件事情 所以到现在为止 不要忘掉 到现在为止 俄罗斯女男的比例都很远 对 还是倒置 差了很多 差了很多 你知道我这里又有点提案话 俄罗斯的女人 过了25岁还没有男朋友 就几乎比较难了 几乎结婚的可能也不大 30岁还没有 他就觉得好像大概这辈子没有了 所以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战争给他的一种 很可怕 我觉得真的很可怕 那你说他的牺牲难道不大吗 当然也是很大 二战的 如果说二战真正的英雄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俄罗斯 这是苏联了 是 当然了 他以前一个史大林有好几个领导人 非常可怕 非常可怕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整数等等的 但是俄罗斯起码我觉得 俄罗斯现在也是一个可以说是总统直选的 美国把俄罗斯称之为社会主义 帝国社会主义 说你呢 实际来讲你还是个帝国 但是你是一个民选的帝国 对 当然因为普京和他副总的一样轮着干 对 两个人从总理和总统之间互相 其实这个给社会的观感 尽管当时的俄罗斯人民还是支持的 你得这么说 俄罗斯人民还是支持的 人是支持 但是给前世间观感是不太好 不太好 觉得你怎么再玩这个制度 问题是俄罗斯既然已经弱成这样了 你现在跟俄罗斯缓和 你目的何在 是从俄罗斯得到什么 还是是和俄罗斯一起做什么 还是缓解一下俄罗斯对你的压力 到底为什么呢 第一点俄罗斯现在还被禁运 不是 你还是被制裁 他还是被制裁对象 他是希望先把这个制裁东西拿走 美国也觉得我不必制裁他 现在说说坚持制裁的就是美国了 欧盟早就想把它解除了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的这个对俄罗斯的反感 是很强烈很强烈的 所以你要打破这个 但是我们前面讲过 美国一个总统的权力非常非常大 虽然美国讲起来是什么 行政立法 司法 其实真正有权力的是行政 行政 执政权在总统上 当然 而且我们也忘了 以前美国只有13周的时候 谁也不敢谁 所以为什么这些部长都要叫秘书 都叫总统的秘书 全世界都没有这种情况 就是说你要听总统的 就是说 然后像后来当总统变成 美国总统就全力变成 全在总统了 在总统以后 这个行政和司法权 立法权 其实只有一种 只能抵制你 不能做什么 就拿这次讲好了 他这个联邦法院 不 联邦法院讲的这件事情 他可以再换一个命令下来 随时可以做别的 就改一改又拿出来 我不说七国了 我说六国 或者说我不说张三了 说李四 但是不管怎么样 回到这一点 虽然我们总统的权力很大 但是他现在看来 他要想一厢情愿地 和俄罗会搞环核 比较难 现在看来并不容易 比较难 对 比较难 国内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很大的压力 包括共和党内 民主党内的一些国会议员们 都纷纷地表态 你刚讲那个马肯 你很有意思 以前他在选总统骂他 是 说你想你是退伍金人 你受了伤 你都假的 我跟你讲 搞得人家也实在 说他这个 说他这是越战英雄是假的 是 这搞得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总统的嘴巴 实在大了 对 你说人家能不生气吗 当然 我倒也不认为 Jelman Kahn是因为 个人恩怨来批评他 但是就说明一点 当然也有媒体说 说我们总统 急于想跟俄罗斯搞缓和 其实一个 是希望 美国能够在目前僵持的 乌克兰问题上 早点拿出个方案 你只有跟俄罗斯缓和了 或者说你把乌克兰的利益出卖掉 你才能跟俄罗斯搞缓和 现在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国家 不承认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的 现在是美国 就是西方国家制裁国家里面 西方 欧洲也就不介意 这个克里米亚是美国的 是俄罗斯的 还是乌克兰的 西方 欧洲国家不在乎的 现在乌克兰只是靠美国在坚持 美国说 俄罗斯必须要归还克里米亚给乌克兰 现在我们总统要搞缓和 很有可能就是出卖 俄罗斯 乌克兰的利益 然后跟俄罗斯搞缓和 一个是解决乌克兰的问题 再一个 不要忘了 它在中东 还是面临一个烂摊的 当然 叙利亚 在这么多年了 最后叙利亚政府 在俄罗斯的帮助下 人家解决了阿拉伯的问题 现在向另外一个重镇 又在推进 很有可能在未来不久的将来 叙利亚县政府就有可能解决 叙利亚境内的ISIS的问题 这让美国很难堪 对 不过你讲一点不错 其实川普就讲说 我跟俄罗斯修好就为了这个目的 中东我自己不愿意派兵去 那么我可以用别的方式 跟俄罗斯合照 把中东问题起码解决一部分 起码IS的问题我把它解决掉 那么这是他主要要和俄罗斯合作的一个目的 其实蒋老师也是的 也真的是如此 因为你要把你自己派兵去 你不派兵去 你的问题没办法解决 那你要怎么处理这个东西 俄罗斯他上次搞了一个漂亮的这一战 那你有什么办法 他用他的实力表现了他可以干这个事 对着普京的高明之处 对 所以你不要讲普京这个人 现在全世界真的有几个厉害人物在那边 对 普京是一个高超的政治家 应该这么说 就是说美国跟俄罗斯搞缓和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石油利益的问题 因为毕竟现在俄罗斯的石油储备量 是世界第一 对 如果将来以后 他虽然不是APEC成员 但是他对未来的油价 还是有所影响 美国特别是不要忘了 我们任内的几位大佬 尤其我们的国务卿 是个石油背景出身的 对 他也希望 他也真了解俄罗斯在石油 这个未来的市场的作用 也是蛮重要的 所以无论是乌克兰 叙利亚石油问题 都是美俄有可能缓解的一个 当然也有人说 美俄缓解是针对中国 其实我诚实的讲 我在这个问题上 我可能跟一般朋友的有点不太一样 原因是 如果美国联合俄罗斯针对中国 那就是一场另外一场意识形态的革命 历史形态的战争 如果是意识形态的话 并不符合目前我们当了川普总统执政的理念 我认为是有 但是是少部分的 对 并不是说目的就是要抓住你来对付中国 也许希望达到一个效果 对 但是未必他真的想这么做 是 时间关系我们休息一下 好 开始吧 好 回到我们 你喝一口水